独派人士对蔡英文的论文也有质疑 所以才会动扬到蔡英文的基本盘 但是现在大家也在讲 蔡英文是没有论文 没有学位证书 以及没有政经 大学的三级三省的三五甲博士 所以彭文正也说 他现在目标要让LSE正式下架 2019年当时张贴在官网那一块 掩护蔡英文诈骗博士学历的海外遮羞部 我们说蔡英文为什么还在骗 大家就是透过论文门 要让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样来骗大家的 其实不光是独派的人士 我们这些懒的支持者 当然又一直催促我们说 要效法彭文正先生 然后就是一直查论文门 必须老实讲 因为论文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 而且大家会觉得应该要这样查下去 因为我知道大千哥 他之前上节目的时候 有特别把他的论文翻出来 拿在电视上面给节目给大家看 翻一下说目录什么的 然后指导老师 什么名字口味什么名字都写上去 那其实对我这种没有读 没有读博士的老师讲 我讲这个论文门的事情 或者是我去查 我其实是只能从彭老师 或者是我们像大千哥这样子 去据悉名也去讲 因为我没有受过那方面的熏讨 但是对于一般的台湾人民 或者是我们这些一般的基层 我们民众来讲 他是一个我们心向往 直接觉得说官大学问大 你既然海外留学回来 或者是你的的确确拿到一本论文 就证明你有点东西你有点料 所以我们相信你 蔡英文一路从教授到入阁 到变成说我们现在的总统 如果说他从头到尾 都是谎言的话 你要我们国门 真的是掉下下巴了 要怎么去相信说 竟然我们的总统 他是没有论文的 他是没有学位的 然后他从头到尾 这一切总统放在眼前 全部都在嘴巴在骗人就算了 他过去的一切历史 民进党所有的东西 把它伪装出来 把它包装出来 全部都在骗人 这是我们台湾 我们人民不能接受 就是一样的标准 你去看为什么李梅珍 大家知道为什么李梅珍 最近那个论文的事件 被翻出来 依照违反智慧财产权权法 去送办 那律师李秋元还说什么 一定要让他坐牢 拜托你们那个时候 大概是2020年 在补选的时候 是打李梅珍打成什么样子 中参大学的论文 然后去调阅他 到底符不符合哪些 违反著作权法 或者是哪些跟作者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或者是那个时候李梅珍 的确是因为这样子伤害很大 没错嘛 因为不管是论文也好 你学位也好 我们是 你论文是一个 你博士 你大概读五六年 你认真一点的话 可能三四年 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把它孕育出完 那本很像是你的小宝宝一样 你应该珍惜得不得了才对 那有人把它 你又不是说什么 做什么外星研究 一公布就会毁天灭地那一种 你要把它封存到 神秘五十二区 我都已经把它 你要把它公布出来 我都变成五六十岁的人了 就是很奇怪 一个有对学问上面 有贡献 有琢磨 有做研究的论文 为什么要这样 好像张物一样 因为大家生小孩 就是急着炫耀嘛 每天在IG上面赛小孩嘛 就是多可爱啊 就是我研究了那么久 辛辛苦苦 那我当然是博士 我对社会有贡献 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 他不是 他好像是什么张物一样 从哪边偷来 然后把它锁起来 所以李梅珍这件事你就知道 台湾人民对于论文 对于学位不分蓝绿 都是有要求的 那所以你们这些民进党的人 怎么会去容忍蔡英文 不把论文们好好说清楚呢 那同时我也要跟彭老师 说真抱歉 因为当初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我也那个时候当初 那个彭文正刚被通弃的时候 我说那被通弃被传换回来 其实就是一个契机嘛 也可以把这个论文的事件 就进来我们检调跟司法 就当面跟蔡英文对峙 有一个公开辩论的机会 就是你既然从海外出庭 那你当然也要传外蔡英文出来嘛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觉得不可能啦 蔡英文不可能出来了 那这里要跟彭老师道个歉 因为自从 我太天真了 就是自从说上一次选举中俄补选 那个盐宽可能被挖到祖坟 都已经翻出来 这样鞭尸折磨了 我是觉得说 真的是太天真了 不要相信台湾的司法了 上次我这样讲之后 有网友在底下批评说 杨之董你真的太天真了 你如果彭文正回来 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的司法 或者是现在的 我们在防御旅馆里面 做什么事情谁知道 谁知道会对彭老师 做什么不利的手段 所以当然这个路 是一个很艰辛很困苦的 就是彭老师他花了那么多时间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独自一人 也不能说独自一人 就是一小群人 因为就跟我说的 其实我的学历跟我的能力 我不足以去 他们是有一些专业的人 去专门带查 这是非常专业的 那他当然是只能慢慢地 去跟伦敦大学 政经学院这些去涵 然后去慢慢地抽丝剥茧 那是很尊重彭老师 那如果说 有我们什么帮忙的 我们当然是尽量把这些理念 把这些事件说明清楚